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三知识 大佛丁首《楞严经》第八卷 今晚现在讲到金中分第二 我一说我一是等流自卑二教 分两段 第一是物证如来信诀 第一就是自教 从佛的大志海中流露出来 教导众生修学佛法的解行修正的方式 就是一直到前面解经明 就说完了 这是第二 保随菩萨初心 保随菩萨初心就是后边 从现在开讲的 一直到第十卷的金中分 有两大段经文 就是用意 就是保随菩萨初心 保随菩萨初心 保是保父 水就是安的意思 就是保父初发心 修学佛法的菩萨 从初发心修行 经过肝萨的实信 一直到登出驻为止 这一段期间 最不容易达成最究竟的目标 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容易升级 健病跟残病两种的问题 健病 就是修学佛法的人 在正知正见上建立不起来 结果变成邪见 而破见 破见最为严重 因此就会把无上菩提的大道 都会遭到毁灭 所以恐怕在初发心修学 在实信结尾当中 发生破见的情况 这是第一段文的用意 所以这里的科办 叫做明智去申报 你狂服第二见词 第二见词就是讲究持见 第一是遮见 第二是信见 所以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都是讲究持见 那么说持见的用意 这里说明提去的 因缘果报 用意就是要扶持持见的心 能够兼顾 不要生起这个欧见 如果是着空欧见 那么就是生起邪见 正见以亡 那么生起邪见 那么手造的业 那是会堕落无间地狱 最为严重 所以这是为了扶持修学菩萨道 学佛的初发心的人 免至于发生这个破戒破见的问题 所以有第一段文的出现 就是叫做保随菩萨初心 就是保护初发心的菩萨 能够很安定的初发心修行 一直到经过实行而到出驻 第二段呢 便无印磨镜 以狂服第三件词 第三件词是正修 那么在正修的时候 也就是一样的 从初发心经过实行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最怕生起这个磨镜 就是见病与磨的病 这个磨就是因为 因为修行的时候认识不清 结果把这个不正确的境界 认为是佛境 而发生了这个磨的境界 那么由此啊 佛无问自说 把这个五十一磨的磨镜 详细提出来 让大家能够消除这个 免堕落磨镜的这个因缘 所以有第二段文 就是五十一磨 现在我们先讲的第一段 就是明期去生报 又狂服第二件词 那么这里有两段 第一是请说夜报令星 就是我呢 说明他呢 这个听过前文之后所得的利益 然后啊 请佛说发 使众生对这个持戒 证见 能够有坚固的信心 免至于造了醉悦而知堕落 那么第二是 决明希望劝除 这是在第一个阶段的 说夜报的道理 说完之后的话 请说夜报令星有两段 第一 蓄意 第一 你也请 第二 家居想说 呃 先叙述自己所精准的利益 呃 跟着就 说明 要请罚的这个用意 呃 然后佛才 呃 家战 我呢 呃 允许为他详细说明 那么就是后文的这个 这个机器申报 呃 这个 呃 须一天停啊 呃 上司臣说到 就是欧南停了上文之后 正到这个二国 司徒汉 呃 那么就 断掉 呃 御界的前六平私货 呃 这个维持烦恼 由此得断 那么 由此生欢喜心 那么 起来 理解一佛 伙掌恭敬 然后 禀白一佛呀 说明他所得的利益 呃 那么 赞叹佛 大威的世尊 此应无则 善开众生 维系成佛 呃 善能开导众生 对这个心地上 维系的私佛 呈在 呃 八十田中 能够把它洗得干净 让它断货正真 呃 正二国之后 身心安乐的情况 呃 那么 清快而自然的 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 所得的利益 非常蓬 呃 呃 所以叫做得大饶益 上次是说到这里 接下去就是请法的文字 年秦 年秦 年秦前文呢 呃 呃 软动寒灵 本源真如 即使如来成佛真体 佛体真实 愿何佛有地狱 恶鬼 处生 修罗 人 天 等到 世尊 此大威福本来自由 为之众生妄惜身体 先说这一段 我能听到这里呀 他有个疑问 提出来请问佛 和世尊呢 释迦牟尼佛 如果按照前文所说 众生本具为妙的真心 妙指真心理体不可思议 明是本有的智慧光明 本来是真正实实的真如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这个心是最为妙的 就是指这个真如自信 啊 妙明真心 啊 这个妙明真心呢 本来周辩 本来圆满 横辩始方 数从三继 啊 这么殊胜的真心理体 啊 不但是佛 乃至大力草木 无情之物 也不离这个真心理体 前面说说过 通通都是如来大妙真如性 软动寒灵 这是有情的最小的众生 软或者是读到乳 啊 就是很细的虫子啊 小虫子啊 在地下如辱的动 啊 那么 它 虽然很小啊 它含住 它含有这个灵性 这个灵明妙性 是跟我们大的众生一样的 像蚂蚁 小虫 它虽然体质很小 可是它内含的 这个灵性啊 是跟我们相同的 啊 我们可以呈验 看看这个蚂蚁最小啦 这个小蚂蚁 它在吃这个东西 啊 例如吃人的糖果呀 糖果籽之类 它在吃的时候 如果你冻到它 它马上爬走了 它为什么要走呢 它还是一样的 跟人一样 有贪生怕死之心 嗯 有东西冻到它 它就怕会被 其他的动物啊 把它弄死 所以它赶快跑 那么 所以 种人最小的马医 它也有贪生怕死 这种的观念 这种的心理 还是一样的 所以它含有灵性 软动的维系众生 它也含有灵性 就是蚊虫很小 你要打它 它也会挥肘 为什么要挥肘 它怕人打它 它还是贪生怕死 那么它的本源真如 这么最小的动物 它的真如跟我们还是一样 本来的根源就是真如自信 这个真如自信的真体呀 跟佛没有两样 所以说就是如来成佛真体 现在释迦摩尼佛 始方诸佛 你已经成佛了 可是你成佛了 所证到真正的真心理体 也是众生本具的真如自信 并没有两样 那么这个佛体真实 佛的真如自信之体呀 本来是真真实实的 为什么佛尼成佛了 为什么佛尼成佛了 已经转环了 成佛体了 转身是为涅槃了 既然前面所说的二转一国 一转一切转 那佛尼已经成佛了 那应当也把众生的真如自信 也转过来跟佛一样嘛 我们应当都是跟佛一样才对呀 为什么没有转过来 只转你佛自己本人的这个真如自信 众生的自信跟你相同 可是又转不过来 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 这个道理自己想想可以明白 因为佛历皆修行断烦恼成佛体 我们还没有修 所以呀 无量皆来轮回生死 那么这个可以想象 自己可以明白 但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有六道众生的分别 那么同样都有佛性 为什么还有六道众生 云和浮游地狱 恶鬼 处生这是三恶道 造五逆十恶 墮落在地狱 地狱道的情况 后边经文有佳地说明 在这个六根受报的情况 十四阴六交报 里面有佳地说明 恶鬼 后边也有说明恶鬼道 恶鬼应当证明就是鬼道 鬼道 恶鬼只是鬼类的一种而已 但是平常习惯都称为恶鬼 以恶鬼为代表整个鬼道 因为鬼道众生 饥饿的因缘特别多 受饥困的时间多 所以 鬼道 往往就被总称为恶鬼了 那么 奸贪不舍 由此就堕落恶鬼道 处生道 旁生 跟我们人道众生共住在一起的 猪牛鸡 那些微小的动物 这些都是属于处生道 那么他们也是造了罪业 而增落在处生道 这是善恶道众生 修罗 人 天 三善道众生 修罗是简称 应当是欧修罗 欧修罗翻成中国话 是非天 有天福而没有天位 因为他在修阴的时候 善恶交参 也修布施也修善法 可是他的极度好胜 这种心非常强 喜欢斗争 所以结果 他这个善恶同时并坐 最后就堕落在欧修罗 那么欧修罗叫做非天 他有天福而没有天位 欧修罗到了众生 另外我等经文到的后边 说七趣里面 最后有讲到欧修罗 有四身欧修罗 后边经文有说 现在重约 人就是指我们现在大家 人道众生 在世间上顶天立地的 这个人道众生 他过去修人道的善业 以佛法来说 修三规五戒 能修学佛的三规 规佛规法规生 然后持五戒 那么最少能够持少分戒 也能生到人道 人道的修音 是修三规五戒 也要兼修十善 那么这是人道的声音 那么生在人道中 人有苦乐 由富贵评鉴种种差别 那就是由过去的业报 过人的别报 那么所受的苦乐不同了 这是人道 天是天道 一戒六成天 十戒十八天 五十戒四天 这个天道众生 享受天上的快乐 那么他除掉三规五戒之外 还要进一步修上平十善 生六玉天 要上平十善 那么逃离天以下一定如此 逃离天以上 从十分天以上 叶蒙天 就要带有定功了 如果没有禅定 不能生空居天 他的这天以下 要修未道地定 看定功的生前 生这个是天 那么世界要修世界的禅定 修除禅 生除禅天 乃至四禅 后边经文都有说明 还有四空天 修四空定 那么这个修罗 人 天 天 这个山 叫做善道 就是三善道 由修善法 而善道 这三道中 等道 等字 就是等于本经所说的 除掉这个六道之外 另外有一个仙道 修仙道 有个仙道 那么所以叫做修罗人天等到 那么等于后边所说的 七去当中的仙道 仙 从人开出来的 修仙都是人 人去学修仙 人修仙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先是从人 人道里面开出来的 这些六道之躯众生 为什么会有这些众生呢 这些众生一样有真如自信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转过来成为无上菩提 那么这些原因 他都希望佛能够一详细开示 那么下面主要是问 这些六道之躯众生啊 这个各个有个地方 是他本来就有呢 还是有众生的妄惜生奇 所以欧南问说 世尊 十道就是十六道 包含之躯 这些六道之躯众生 是本来就有的呢 如果是本来有啊 一向就有啊 一向就有 一向就有 不曾有所变动 那才是本来有 或者是由众生的妄想造业 由习记造业去生奇 那么你造了什么业 就有什么果报 那么什么道就生起来 还是是属于哪一种 那么当然了很显明的就是由众生的妄惜生起来 由众生有无名烦恼妄想 由此起祸造业 那么造业的业因成熟了 必定就要受报 那么受报的时候 那么由这个造业的差别 所以就有三三道三二道六道的分别 那么这是由众生的妄惜而生起 那么欧南的问法 竟让他自己已经了解 总是为众生啊 他不能不提出来问 世尊 如宝莲香彼丘尼 持菩萨剑 私行淫欲 万言行淫飞沙飞通 无有夜暴 发誓于仪 先于女更生大梦佛 何以接见梦佛骚然 多无间欲 这里欧南呢 他提出三种四症 说明众生造业受苦的情况 这个三种四症不出贪嗔痴 就根本烦恼的贪嗔痴 宝莲香彼丘尼所做的 就是属于贪 在生的三业当中就属于淫 那么这是破剑 那么又妄言说 飞沙飞头没有夜暴 这是破剑 说明他不但破剑 而且破剑 破剑就无救了 如果他们破剑 有忏悔心 肯忏悔 还有救 如果是连剑都破了 这个人就没有救了 所以他提出这个像 宝莲香彼丘尼 他受彼丘尼界之后 再进一步受菩萨界 那么受过菩萨界之后 他没有好好的去修持 而生起邪见 认为这个淫 不是杀生 也不是偷盗 这印当没有什么夜暴 所以他就扶着乱围 结果 他这个话发出来之后 他造了这个罪约 就是从女根 生大梦火烧他全身 全身绝绝烧燃 由此 深深就堕落无间地狱 这一点的故事啊 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没有见到 那么可能啊 这也是在佛法的晚年 偶然会有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偶然提出来问 像这个破戒破剑的人 问题是相当严重了 然后接下来说两种事 第一就是流离大王 第二就是上三比丘 第4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顾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顾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2022圣诞草地派对 音乐 工艺 市集 野餐 活动日期12月25日星期日下午1点到5点 活动地点新庄国民小学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三路32号 精彩活动内容 圣诞派对 音乐表演 歌仔戏表演 草地野餐 跳岛一脉 蔬食夜市 小农市集 做回馈社会的事 当日活动所得及 募捐善款将全数捐赠 以发展偏乡教育 帮助弱势家庭 协助身心障碍及独居老人 让爱充满力量 用爱看见希望 主办单位 台湾 坚纳 偏乡教育发展协会 协办单位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国民小学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南投分会 岁末总会相 慈悲致业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建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 供水 药供 甘露施石 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施主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 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 1673 03831 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